郑鸿集团的陆总和李总 今天到酒店试察 特地来厨房看望大家 李总 我 我给您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我们餐饮部 唯一的一位女厨师 顾盛南 主意非常精湛 之前陆总呢 住在1123的时候 也是因为她 陆总才留了下来 我听陆总提起过她 昨天我们还见过呢 说是代表餐饮部 去给陆总送蛋糕 是我让她去的 代表紫金 祝陆总收购成功 谢谢 今天就到这儿了 大家辛苦了 陆总 我说说有点儿饿了 要不就在紫禁吃饭 好 那个李总 那个 肯定是饿了 我就安排用餐吧 也不用特意准备 既然大家都这么夸这位厨师 那今天就辛苦你一下 你 很好吃 你不吃吗 果然不饿了 我刚才不饿了 现在越吃越饿 顾忍南 顾忍南 快快快 李总要见你啊 他见我干什么 肯定是要当面夸你啊 来来 快走快走 吃好了 嗯 李总 陆总 我们那个顾厨师来了 顾厨师请过来 是想跟你探讨一下 汇了一顿牛排的做法 我有点好奇 你为什么会把酥皮 跟牛肉之间的小鹤菇 换成香菇呢 因为好吃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还算特别 但是特别 不代表合适 你用本地产的香菇 和澳洲进口的菲利 放在一起 他配吗 配不配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吃就行 好吃呢 只是主观一段 合不合适是有客观标准 至于客观标准 也不是我一个人 一句话说了算的 是经过无数的尝试 无数遍调整 无数人的品鉴 最终得到全世界广泛认可 而统一推行了 比如说奥马斯鱼子酱 跟霞多利香槟 就是天生一对 你如果用鱼子酱 做二锅头 你觉得他配吗 我理解 你想要创新 每一个厨师都想要有 自己的创意菜 但是创意不代表 你就可以胡来 你可以追求创新 但是你必须要选用 跟酒店标准相匹配的 进口食材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学校没教过吗 都忘了问了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那个李总 那个 其实我们顾厨师啊 学历还是很好的 他是蓝带的 我也在法国蓝带 学习过一段时间 咱俩还是校友 你是哪一介 李曼 可以了 我跟姐姐 你不是校友 我也没去过巴黎 我就是上海校区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老师教过我 食材新鲜最为重要 本地香菇就是比小鹤菇 嫩